Ready 台湾电子竞技联盟TESL 在上星期完成了热闹滚滚的年度总决赛 由华裔Spider产年冠军 再加上继续产年SFOnline 世界杯冠军可说双喜临门 台湾电子竞技联盟董事长 也是华裔国际董事长黄伯红 也在日前庆功宴上 颁给这一年来辛苦参加比赛的选手们荣誉奖项 并宣布目前台湾电竞除了华裔Spider队 橘子熊队 矽谷光速队 7-11钢铁人队之外 明年会有第五支队伍 耀岳太阳神队参赛 而且比赛项目也由目前SFOnline 以及跑跑卡丁车两款 将扩增到五款 更增加比赛的可看性 台湾电竞联盟表示 电竞比赛在台湾只有一年多时间 却已有韩国发展十年的成绩 甚至连韩国都来台湾效法 如何做得如此成功 加上电竞比赛 转播收视率持续创新高 他们有信心电竞比赛 能有机会像直篮 直棒一样 成为快智人口的全民运动 台湾电竞的未来 希望所有玩家能继续支持鼓励